相信一直关注的解放军装备,发展的亲们都看得见,这几年国家的海空军这两大块上的投入是也来越大,海军的疯狂暴冰下饺子,但已经是司空剑冠,当然,空军这头也是一颗也没闲着,歼20,歼11比,歼16,还有歼10C等大批新型战机,不是正在抓紧时间设计定型。 就是在开足马力投入量产,中国已经一跃成为目前世界上同时研制,是非和两刹先进战机型号最多的国家,当真是把杂的某些邻居们给吓到了。 从本世纪初开始,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战机规模明显增多,但2017年,中国的三代机数量,已经突破了1000架,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二,中国空军也成为全球第二强的战术打击空军。 可咱们都知道,现代战斗机的制造是非常复杂的工程,一个国家如果能同一型号的战机年出产20,30架,那就已经能称得上是一个航空大国了。 倘若整体工业基础门类不够齐全,笔子不够厚,怕是连造都未必能造出来,就算是想导致被竞赛,也没有那个金刚钻,中国在战斗机领域的剑部可谓是全面性的,无论是整机研制,雷达电子,复合材料加工,零配件加工能力,还是飞机总装,调试和生产装配水平的剑部都有目共睹。 中国在2016年实现了约100架战机的生产,从而一月成为世界上战斗机产量最高的国家,随着歼20的正式服役,成飞在2017年可能会生产超过12架的歼20战斗机,借助于迈动生产线,审飞在2017年的产能也可能超过60架,中国在2017年的战斗机产能有望突破115架, 大幅度领先俄罗斯,也越高于美国110架的产量,虽说从整体质量上还和老美有不小的差距,但中国这令人惊掉下巴的技术进步,还有这独步天下的工业制造能力,也还是足够让美国人辗转反侧的。 然而,我们能取得与美俄比肩的成就,恐怕注定要建立在某些机,哦不,是何的痛苦之上。 最近日本航空自卫队提出计划,要求采购120架F-35A战斗机,这个消息证实了外界此前猜测,日本第五代战斗机研制计划,延缓甚至遇到重挫。 实际上日本航空专家也含蓄承认此前新神隐身技术验证,机只适用于第五代战斗机早期技术准备,真正第五代战斗机持有要等到2040年,这个时间表比此前2030年,又向后推移一大步。 表明日本在发展第五代战斗机方面,的确遇到了重大技术问题没有功课,国产第五代战斗机迟迟不能问世,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战斗机却和日本社会一样,迅速面临老龄化。 F-41J战斗机老旧不堪,战术技术指标已经无法与中国空军第四代战斗机对抗,需要更换。 主力战斗机F-15J状况也欠佳,最新的一架F-15J战斗机那还是在1998年服役的,而最老的一架早在1980年就已经装备部队,到现在服役期已经快40年,F-15J的飞行小时,结构寿命几乎快被中俄德罗繁华全职消耗殆尽,急需要更新换大。 此前美国波音公司曾经向日本推销F-15C-2040,这样三代半改变方案,就连英国也曾向日本激励推销过一F-2000台风战斗机。 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则对比过对美国空军四代战机,与三代半战斗机模拟空战结果后,还是最终排除了这些选项。 因此,在美国拒绝出售F-22战斗机的前提下,航空自卫队新一代战斗机除了F-35外,本机内也几乎没有别的选择。 然而,在中国肩负10,肩11系列战机,也已成为航空兵装备骨干,肩20已成为单家花旦的情势下,F-35落户日本能有多少戏可唱? 恐怕连日本人自己心里也没个避数,最让日本人先教的是,先进战机在数量上拼不过也就算了,眼下恐怕连质量上也要被无精碾压了。 随着Made in Japan神话的破灭,日本产F-35战机的光环没准也会随之暗淡。 所以,对于那些大惊小怪,还总爱拿军备竞赛,来指责,咱们的脚碰国人,背着终于留好的精神,在对回去的时候姑且照顾一下他们那玻璃心。 啊,您说的没错,我们战机造的其实没那么多,人均比你们上多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